2022年7月8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生命定格在67岁 安倍遇刺时 他的爱妻安倍召会此时还在东京 接到这一不幸消息后 立即起程赶往奈良 从他到达医院后到院方确认安倍死亡 相隔才8分钟 安倍仿佛就是等老婆来再咽下最后一口气 1954年出生的安倍可谓家族显赫 亲族三代皆为政治世家 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 外祖祖父佐藤荣作也担任过首相 都对日本战后政治有着深刻的影响 祖父安倍官与父亲安倍晋台 结为身口贤出身的国会 安倍自幼耳濡目染 日后一步不怕不成功 自然能与政治世家联姻的都是毛泽队 丝毫不逊于安倍政治世家的光明 原名松起召会的安倍召会 是全日最大最强唐博公司森林 质博的持有人松起家族的贵人 安倍召会从小生活在新世家 拖着锦衣玉石悠然惬意的生活 这样与众不同的生活环境里面 除了性格征扬独特的安倍照顾 一个家族前进在优越的家里 贵族文化的兴套像自然生出了识人的会议 在前手下胡田金服的介绍 安倍召会与担任外相秘书的安倍晋三 正在首次约会中 也许是为了刻意制造门路行进 安倍那天穿了一件 老气浓丝的名为人 与自己年纪完全不合格 派的清清时尚的安倍招会 暗地里就结束心情 这个老陶一点也不忽 安倍晋三却对安倍招会一切人情 也许是信德或谱翻 相处起来更加有记忆的 两人结婚35年 安倍和亲子每次夫妻活动 互动过程都相当没秘 虽然两人心下无情 但是又能耐 而安倍也被承认是成绩一组 在安倍成为首次约一组 估计二人跟所有年轻的夫妻 喜欢在路边摊上吃烤鸡肉 然后再去看广和电影 安倍还会故意从暗中的照片下 也许正是游戏更加猛 安倍招会丰富 丝毫没有收敛他外向的个性 安倍晋三经久不瞻叹 安倍招会的体验 他个性外向畏 在竞选期间积极跟着赚鸡肉 也经常在宴会上代替着赚鸡肉 安倍招会爱交朋友 他的朋友变成同态两章 三就一样 他与这些朋友结束 自然离不开消息的运动 九混九籍的安倍招会还嫌不过 在东京最惩罚的阶段 安倍招会开了一家训练 在日本的传统观念上 一个豪能轻轻做一个小鸡肉 老板娘并不是一件工夫 反而显得过来 而他早当不熟的看法 抛到了整个文件 每一页一顿只有 在东京九类的阶段 一天运动 欢迎大家 在他决管最不决的作品 总能看得日本当同明星 出莫名开心 现在他都是一一夫人 还动不动就名鼎大嘴 有个不安 实在是高人喜 有人担心他要是再有安心 会导致首相 去去去去 也有人指责 他作为第一夫人 应该实可接受 然而身为丈夫的安倍 不但名指挥 反而父亲为父 更重处在野党 我太太就是公子女 你们对她说三道四 经过的不孔 尽管安倍非常维护 妻子的一言一行 但婆婆安倍养子不断 这位辅佐了父亲 和儿子两位手相 僵侍而极具政治天赋的女性 对儿媳妇更努 不满意的是 安倍昭惠没有生命能力 对一切 自结婚以来 安倍昭惠便从未成功怀孕 尽管从小受新式教育 安倍昭惠并不在意 成为冰魂家里 但婆婆安倍养子 却是很重要 也许就是在婆婆的压迫 和账户的作用中 安倍昭惠的性格 才越发酸扬 越发握手我心 两人长达35年的 从心生活 感受风味 身为重新 对妻子百般 疼爱的安倍 还存在里面 有很少爱情 知道 家庭幸福的秘诀 每一个能在 风云中放回 作用的女人 都有一个爱情 然而如今 这个对方最重要的男人 以这种忽然的方式 三个人 回顾两人 不往自在线 有同一种 实在令人晚意